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主持人 啤梨 林康正 一场大火奪去三个年轻人的生命 死者中年纪最大的也只是25岁的陆汉賢 他和21岁的郑斯敏是拖友离 阿妍在行馆毕业曾经在银行做过 中学时就喜欢玩魔术 去年认识到在莎莎做Sales的斯敏 发觉对方原来都喜欢玩魔术 一拍即合还经常铺照片放闪 朋友都说他们有夫妻相 在电讯营科做销售主管的他 又有兼职做Bartender 经常在Facebook铺调酒教学和心得 上个月尾才买到一套很精致的调酒器材 看得出他很喜欢调酒 同做保险18岁的萧宅身 夹钱租了葵冲 美式供下一个300尺的工作室 用来消遣喝酒唱歌 所以装了隔音棉 同放了大量的酒精 可惜星期六晚三个一起装身火海 消防还未找到火头 怀疑有人在室内用淋粉的工具 玩魔术导致抢火 两度发生爆炸 逃生的路被烟火塞住 无路可逃之下 走进了个无窗的厕所 用烟从门纳涌入 被发现的时候 他们全身都分黑了 衣服都烧烂了 星期日凌晨1点多 二十多个PTU上楼首证 留了45分钟后离开 消防、监政科、重案组 和机电署人员 调查到凌晨3点 没有带走任何证物 初步我们只知道 是动物电力师傅 所以接班 机电工程署发言人说 会进一步调查 有没有违反电力条例 李家超说 警方、消防和屋宇处 都积极跟进这场工下火 政府亦计划 在新立法年度提出草案 加强旧式攻下的防火设施 回到《比利晚报》 今天林康正又不在香港 去了澳门 所以我和史提就继续拍档去做 第一节 很久没试过 其实每一个星期 过往 我做了《比利晚报》这么久 起码有一宗很厉害的新闻 或者有几宗 就可以方便我在第一、二节说的 真的很久没试过 其实这次也有一宗很厉害的新闻 当然就是林子健被老事件 但是因为要讲这些新闻 牵涉太多道德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留下第三节才说 因为通常第一、二节是免费的 但我这次也未定的 既然这一节我不打算免费出来 因为如果你要和坊间主流的讲法 会有一个不同的 其实我等一下也会讲 因为你太牵涉到道德光环 或者一些道德高地的议题 如果你不在高地上讲这一件事 你就会招惹很多不必要麻烦 所以我就留下第三节说 但因为这么大的新闻 我放了第三节说 第一、二节就可能讲一些 很久没试过 讲一些轻轻一点的题目 第一个想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昨天发生的 就是这个攻下的火警事件 有很多人就立刻把这件事 就联想到这个劏房问题 其实这个严格上来讲不是劏房的 因为它是一个劏房单位 但它不是我们住的 就是私讨 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很多工业 但有些租的很便宜 我住在大角咀 大角咀也算是旺区的 如果你在住宅单位租一间劏房 座底都我想五、六千元 都只能租房 如果你五、六千元 大约有一个大约 八五尺楼下 是的一定小到八五尺 可能一百尺大间的房 再搭个厨房 未必有住房间 搭个厕所 但是工业大厦就不同 工业大厦如果租 因为我的朋友租六、七千元 是有二、三百尺的 当然可能它没有厕所 可能是公用的 但是因为办公室的厕所都不会租的 没有洗澡房 但是地方又大很多 这个更加不需要说 他们这些工厦单位 就直接进一步 你会看到有得煮食 自己可以搭个厕所 然后还有洗手间 但是它不是用来住的 就是这些私逗 我的朋友也是 租国工业大厦 就是用来玩 擺东西 就是几样东西 加在一起 今次你都会看到 这件事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暂时守正 就是玩魔术 就烧到 那我有两个 就是一听这件事 就是我经常听的 第一件事就是 一有火径 你就只能够向着出口走 通常我们都会猜到 它肯定是因为很多酒 酒精 然后就抢火 然后可能就烧着酒精之类 搞到道门或者出路封了 但是最常见 我们说火灾死因 都不是因为被烧死 是被龙烟烤死的 你一躲进去 我们说是没有出口 没有出口 没有出口 没有出路的厕所 就已经被烧死了 但是虽然这件事 其实是连关劏房住户事 这个是私斗 但其实也衍生了一个问题 刚才最后说 政府又想提升防火设施 但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最多只能够 尋查到一些公用的消防口 就是灑水 那些外部的消防设施 你就很难去室内的单位去看 结果这些防火规例 根本就应用不到在烧房里 而另外更大的问题 都是我们牵涉到因果关系 我真的严格执行这些消防条例 可能里面不应该有这些间隔 你们需要全趕掉的人 之前都已经不止一次 用这些消防条例去趕劏房住户 这些劏房住户会 可以躺在政府部门的门口 之前有一宗在荃湾 那些人居住在工厂大压 然后就用消防条例去把他们都趕走 是的 所以問題是你始終不能安置到這群人 那你又如何嚴格執行這些條例呢 因果關係搞不到其實都是只有我講字 所以最後我也是講 你現在香港要整頓劏房問題 也不要講公需問題 你一定要畫一條線 政府自己去搞劏房也好 就像陳凡所說搞什麼良心劏房 什麼共住也好 你最有限度畫了一條最低標準 我覺得現在一個劏房可以符合這個條例 我們就不會取締它 即使你在公廈做一些違法行為 唯一的公廈不能住 但現在公開 我附近有很多工業大廈 已經是裝修到整個住宅單位 但它會叫做工業大廈 這些是很常見的事情 你根本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你不能夠不接受現實 去畫一條很清晰的介紹 然後你才能夠嚴格執行 不然你不像現在這樣 要不拿一些超房 可能投訴得多 或者有什麼問題 就趕一班人出來 這班人出來睡街 或者找社工去政府部門投訴 然後你就可能要屈貨 或者要收手 不能繼續去執法 這個循環解決不了 其實都是多餘的 這是第一件 我自己看到今天發生的新聞 我自己覺得 從來都覺得解決劏房問題 就是你一定要政府畫一條底線 接受一個現實 就是公廈會有劏房大廈 你就要接受一個現實 就是現有的消防條例 是你滿足不了這些劏房住戶 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畫了一條 比較貼近現實 或者是可以執行的線 你就要嚴格執行 你才可以取締一些最差的條件 或者我們說 基本上會產生即時危險的劏房 到時候趕走這班人 起碼你會知道 這班人其實真的生活在危險 相比我們容忍他們住在這裏 他可能真的好像剛才我們說 有一些中火害 或者有一些意外 就會造成大量傷亡 你無論如何都要趕走他 你才可以畫了這條界 才可以繼續執行下去 除此之外 又有第二件新聞說 我們看看是否有條片 有片 我們看看第二條片 由政府撥3500萬籌備的 香港電競音樂節 在上星期日 是呀 完了 但是 維爾活動的風波 就還未停止 早前有份入標競投活動的 香港電競創辦人鍾培生 發炮批評投標過程不公 名益林健樂 昨天再在明報登頭版全版聲明 質疑電競節表演韓國藝人 由女法局主席林健樂旗下的橫鴉代理 你不要說了 你放開我了 雖然女法局早前澄清 中標公司不是樂少旗下的子公司 亦不涉及任何既得利益 但我們發現 樂少和電競節中標的168 Production 關係非淺 168唯一董事叫陳詠詩 和慶明創辦人陳穆興 原來是婦女關係 而慶明承接樂少旗下橫鴉傳媒 絕大部分的演唱會 不說不知 原來樂少拿著77.78%股權的橫鴉 正是SM娛樂在香港長期合作夥伴 看回今次來香港參與SMTOWN演唱會 正正包括SJ東海、銀客、藝星和藍團EXO等 不過樂少透過律師行發聲明 說SMTOWN表演者 即是FX和EXO 並非橫鴉傳媒所代理 和鍾培生的聲明裏 部分內容和事實不符 不過信中未有回應和168 慶明關係 以及橫鴉是否直接參與今次電競節 最後只是說事件進入法律程序 樂少不會再回應這件事 好了 第二則新聞 其實一直都想說 甚至其實我曾經想過 專門文化環節說一節 不過讓萬寶銀講半節 好 就是關於電競音樂節 這個電競音樂節 大家都看到的新聞 其實一直我想說 我有一句主題就是 你香港是想搞輔助產業 不是他一定會輔助到的 不是那些人經常搞錯了 你政府做一些政策 一定會幫到社會 譬如你說 你建造高鐵 這樣是方便一點的 你沒得說 一定方便了 難道建造高鐵 會麻煩了 不會的 譬如我們之前說 你搞教育撥款 降低了施審比例去到0.1 那老師多了 一定是對教育有幫助的 等於你扶植電競節 你一定會對產業有幫助 但問題就是有兩件事 我們要留意 第一 就是成本和效益的問題 如果你搞七百多億 建造高鐵 然後你發覺 只有很少人搭 然後你發覺成本很貴 不要說是建造了 每一個月 原來都要七八千萬 去運行成本 而你發覺省的時間 可能是很少的 然後你發覺 你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 我們所說的一地兩檢 這個香港的主權問題 那就不值得了 有些人經常說 你不能夠就這樣用成本去計 我也要回應一些網友說 有一些成本是很難計得到 我明白 但你不可以用這個做擋箭牌 那些人就說 他有額外成本 例如在迪士尼 你一定會有額外成本 有額外的效益 你多了遊客來 一定會幫助香港 但你不能夠永遠用這個擋箭牌 就無限的金錢去推動這些事情 等於迪士尼很簡單 依照現在的利潤 是一百年都回不了本 就算有多少的遊客 你可以彌補到這個規损 例如高鐵也是 高鐵起了之後 現在也不要計算七百多億的建設成本 再加上之後每個月幾千萬 即每年幾億的營運成本 你怎樣可以透過這種交通的方便 去彌補到 你一定要告訴我 你不能夠說 怎樣也幫助 那我當然只有幫助 他現在經常說 喂 要發展的 難道不發展嗎 但問題是否一定要發展 接下來我講 教育背後 是否一定要請老師 請多了老師 當然會幫助教育水準 當你有十個好費的老師 現在加到二十個好費的老師 那每人教少了 可能他都會給多一點時間 每一個學生 這樣有幫助 但是不是這樣值得去做這件事呢 那你做完這件事 其實我是說 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喂 你還在第二個部分 是不是會更加好呢 原來這十幾億 我用來放在醫療也好 甚至乎 我這十幾億 可能建多幾間國際學校 可能對香港學童的幫助 比你聘請幾千個老師 但其實只不過 令到每一間學校 每個老師 每個星期教少一堂 那那個成本效益在哪裏呢 當然電競音樂節 更加大的問題是 就是你益了某些既得利益團體 高鐵便益了大陸的建築商 沒錯 你這個教師部款 你益了教協的常額教師 你益了學生 最主要 你現在的電競節 喂 現在鍾培生 其實也要講一講 這件事是什麽事 話說政府推動電競產業 就拿了3600萬出來 給了一間168製作品的公司 成功拿了 搞電競音樂節 但這間店 其實之前沒有搞過 電競音樂活動 但是 為什麼他會拿到招標呢 現在有一個叫鍾培生 因為時間關係 不能夠詳細說 鍾培生是一個富三代 他 爺爺是公下大王 他爺爺是公下大王 所以他本身已經很有錢 他就很有心去搞電競 以前是很爭議性的 他經常被人高 經常被人罵 經常被人高 經常被人說他是富二代 經常找事來搞 但每個人都 他就擺了心去搞了很多電競的事情 事實上他自己也是 真的有投身在這個行業 不是直接扔錢 就是沽名釣魚 現在也搞了這間公司 其實他在台灣很出名 HKES 就是HKES 很奇怪 HKES 其實在台灣 比香港還出名 他會打很多聯賽 甚至找很多台妹 去幫他做宣傳 所以很有趣 HKES 雖然是一間香港的電影公司 但我經常看他的新聞 都是來自台灣的 他也請了很多很出名的選手 去打這些比賽 而鍾培生 就說林健樂 這件事 為何會被判了這間公司 168製造 原來這間168製造的公司 董事 郭伯 就是一間興旺有限公司 而這間興旺 就跟懷額娛樂 林健樂的公司 是有關係的 然後懷額娛樂 而公司的老闆林健樂 其實就是女法局的成員 結果 就是你會看到 有整個利益關係輸送 電競音樂節 有兩件事很值得說 第一就是我剛才說 其實有很多行外人士 都很支持這件事 政府怎麼都搞一些 叫做支持電競 但那些錢下了哪個袋 那些錢就是下了 記得利益的團體袋 就是下了這個林健樂袋 當然 鍾培生說了這件事 現在林健樂這麼有錢 當然立刻告你誹謗 然後鍾培生 就立刻只能夠 說我有些事是說錯了 但其實你 為什麼他要承認錯誤呢 因為打下去 雖然他很有錢 他不值得花這些錢 搞誹謗官司 但就算撇除了鍾培生 說的話 看看關係圖 香港現在搞這些利益輸送 怎麼會有一個渠道 讓你抓得到 但是看整幅圖 就是剛才說的關係圖 你就猜到一些錢 一定是透過某些關係 就落到指定的人 這個168製造 從來沒有搞過電競經驗 為什麼你不會批給 鍾培生 是批給這家 還有你會看到 投票過程也很有趣 就是無端端說 那個條件要預訂到紅館 因為是天氣問題 當然天氣問題 不是說絕對不需要考慮 但是這麼多間投票公司 就只有環壓而落 是可以有能力 可以取得到這個當局 那你就知道有些事情 其實 因為如果你接觸公營機構 或者你迫過政府計劃 你就會知道 某一些我不會說所有 某一些政府計劃 或者一些公營的撥款機構 一定是讓某些人提供了 你只能夠符合到那個條件的人 才會遇到這個 就算再簡單地說 一間學校請老師 有時候會發現 有些教師說 那些條件很奇怪 你一定要這麼巧有幾年 譬如你教中文 又要有蛙艇經驗 譬如你又要有幾年 不知什麼 同溫經驗 你猜都猜到 就一定是裡面有個老師 就是敢著升職 我為了要令他一定升職 我就把他所有 最特別的資歷都列出來 你為什麼要教中學的老師 又有蛙艇經驗 又有同溫經驗 就肯定是那間學校本身有 我想起那時候 很多年前那個廣播處長 那件事 明明那時候說要大學畢業 又說要幾年經驗 但是變成中五畢業 對 變成中五畢業 那件事 這宗電競音樂節 其實 因為時間不夠 我多說一點 其實 一來政府是拿出來幫忙 但是錢就是下了 記得利益團隊 我們那些納稅人的錢 不是被你這樣浪費 他幫助到產業 但不是這樣做 第二當然 你也會看到問題 這次電競音樂節 結果搞到最大壇 花最多錢的 就是韓星演唱會 原本的概念就是 我也明白 他們的概念就是 香港人不是很熟悉電競 你找一些KPOP 吸引那些年輕人去 然後就讓他們注意到電競 但結果就是音樂會 還音樂會 電競比賽 還電競比賽 電競比賽 就照樣沒有人去 而鍾培生狗 為什麼沒有人去 你找那些全部都是退役選手 當然最有名的 Toyz 也曾經幫香港獲得世界冠軍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真的熟悉這遊戲 真的會去看這些比賽 真的對這個比賽有關心的人 那些人你不服用他 而你找一群好像很出名的人 但是 在行外人來說 我們不關心電競的人 一樣不認識他 你幫助不到 結果 當然 第一件事就是挑戰 搞一個這樣的功能 是不需要三千六百萬 三千六百萬 是可以搞到一個 以連計的連賽 就是我直接搞一個聯賽 拿三千六百萬獎金 或者贊助出來 分分鐘 比你這樣放煙花 燒了一班錢 又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另外當然 政府如果要輔助產業 他不就不知道怎樣搞 然後被人騙錢 然後搞出來的效果又不好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輔助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也要說多一點 其實坊間那些搞電競的人 很多都支持政府這件事 因為他們覺得 起碼他也有給 好過連給也不給 他們肯承認 其實他們最強的一點是 以前政府是完全不理會電競 這件事 我也可以分享一個故事 我以前做記者的時候 我最早訪問那一班 在香港搞電競的 玩電競的小朋友 當時 我不知道你有否玩過一個遊戲 叫做AOC 很少打遊戲 很多人都知道 當時香港 就無緣無故有間公司 不是政府搞的 就擺了一大堆錢出來 就搞了一個香港電競的比賽 奧倫泡電競的比賽 其實有一點三星賺助 贏了那些人 是可以去美國參加總決賽 結果 我們香港玩AOC的玩家 當然是十幾年前 竟然在全世界拿到第三 第一 那個是台灣人 台灣人那個 你知不知道 回到台灣的時候 是教育部長親自接見他 然後跟他說 你可以入大學 你不需要說那麼多 因為你為國爭光 就是為中華人國爭光 香港那個 全香港只有我一個去接機 知不知道 他拿到全世界第三 回來是沒有人理會這件事 是只有我理會 然後我全香港 所有傳媒沒有人去 是只有我去接機 然後很悲哀的一件事 其實這個故事我也有講過 有兩件事 第一 這個全世界第三的人 他叫做 不過我不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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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去打開 叫做Y Day Dream 那時候他在香港 初賽 他只是拿全世界 香港第二 第一那個 比他十倍厲害 我告訴你 因為我親眼看著我 因為我有去採訪過初賽 但結果 第一那個人 因為他那時候讀科大 他想請假 不去考試 去參加這個電競比賽 我不是 不過我告訴他 我們只會給一些奧運選手請假 你這樣的電競比賽 在我們心目中 是不入力的 不是比賽 所以他因為要考試 就去不了 我告訴你 如果這個Y Day Dream 全香港第二 這個人 去到這個世界比賽 都可以拿全世界第三 這個第一 那時候 其實現在香港 可能沒有人認識他 但是我告訴你 他絕對可以挑戰到 全台灣第一個人 因為他第一和第二 因為我親眼看著 實力差距太大了 但這個就是當年 因為政府 不要說政府 還未去到政府層面 大學都說你 根本就沒有資格去請假 也不要說贊總 不可以 不讓你去 第二單新聞講完 我們就去廣告 就是我過了幾年之後 因為我回到大學讀書 就讀教育文本 那時候我讀教育心理學 那時候我讀教育心理學 那時候有一件事 是我很驚訝的 是 就無端端看到 有一件叫做教師分享 他就說 那件事說什麼 他就說他有一個問題 學生 就經常不聽書 又有很多行為問題 結果 跟他深入接觸之後 就發覺這個學生 原來曾經拿過一個 世界打機比賽的第三 那時候我立刻想 這個人 曾經是我們香港最天之嬌子的選手 是 但是隔了幾年之後 我就發覺 原來在一般的教育教育目中 他是一個問題學生 再對比台灣的 回到台灣 是受教育部長親自接見 當然他最後的生活都很老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你想想香港搞什麼 所以你說 我同意 就是政府的肯定是很重要的 相比起以前 我想現在至少有羅冠聰出來 都說要支持電競 就是真的有些 有公權力的人都會支持 但其實我覺得 重點不是錢 不是拿三千萬 五千萬一億出來 這個產業 政府後面 告訴家長 電競真的是一種運動 真是可以令到小孩有前途 真是可以令到小孩發揮前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但是這件事 你還未做得足之前 你拿幾千萬出來做什麼 你拿幾千萬出來做什麼 你拿幾千萬就最終是 益了一些既得利益者 好了 超大事了 這次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再說其他話題 美絲美絲 頭髮又髮 M字牛 拜拜